风鸣全台的无肉市集228连续假期特别和慈祭基金会和慈祭大学合作来到了花莲 举办一连两天的活动 除了以餐车市集裸卖裸专的方式满足民众的味蕾 也举办讲座 邀请到舒适网红还有艺人到场分享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饮食环境的关联 无肉市集就是已经能将行找台湾总共一年的时间 无肉市集在27号首先登场的公益讲座 是以用市集行脚台湾为题 邀请到六位阵容坚强的舒适网红及艺人到场分享 其中也包括拥有16万订阅的八年级生YouTuber 郑阳和浩真以自然逗趣的方式 和现场观众畅谈创立频道的初衷 我们创立频道大概是在三年多 三年前 然后那个时候的想法是 因为我是胎理素 然后我的男朋友就是阳 他是昏转素 那我那时候让他昏转素的方法 就是带他到处去吃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累积到一些兴趣 就觉得好像透过我的分享 是可以让人家改变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心念 让我想要创频道 那那个时候其实在网路上 那很多人是那种部落客就是写图文的方式 那拍影片的方式是相对比较少的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既然会一点点拍影片 那我就试试看用拍影片的方式来传递我的理念 一开始其实不知道吃素跟环抱的连结 也是因为透过做频道 然后还有认识更多人 接触更多事物 才知道原来吃素不只是不杀神 那对于环保 对于地球环境上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所以透过这个之后我才发现 我们在吃以外的很多很多面向也都可以努力 在我们推广的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会有很多的观众或者我们的粉丝 他会给我们很多很多回馈 那这些回馈都可能是 看了我们的影片或是看我们的作品 看我们分享之后 他得到了一些启发 然后进而做到一些转变 这个是我们觉得最感动的部分 丰富有趣的讲座内容 也吸引到民众特别从台中翻山越岭来到花莲 那这次来到花莲觉得很特别 然后看到这是第一次五六市集有办讲座 而且是在办在花莲慈祭 那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今天讲座的名单 觉得哇 感觉非常的精彩 所以决定要来花莲一起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风靡全台的五肉市集 在广大花莲乡亲的号召下 终于首次来到花莲 特别和慈祭基金会与慈祭大学合作 举办一连两天的蔬食活动 就是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到饮食和环境的关联 其实我们一开始一直都是希望 我们如果与其影响一个人辞速 那不如我们影响一个厂商转速 因为它唯有厂商转速 它就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去辞速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去找到一个磨合点 那我们就去找一些很不错的 有理念的厂商 它可能对于蔬食的一个趋势 它非常有兴趣 那我们就去陪伴它 跟去影响它 然后让它慢慢在这条路上 去做一个转化 然后转变之后 它会得到更多的资源跟支持 以往无肉市集 它在举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摊贩跟市集去呈现 那我们想要把自己的这个目的跟理念 想要传递得更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邀请了很多的公众人物 还有一些在前线推广的朋友 一起来为这个市集 跟为这个动物 跟为这个世界环境发生 所以我们会想要让大家来 听了这个讲座之后 它会更清楚知道 它来到无肉市集 它吃的这份食物究竟是为了什么 它可能可以在饮食生活上面的选择 更扎根 然后可以落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 为了推广无肉饮食 同时倡导环保 无肉市集除了办理讲座 邀请重量级熟食网红 及艺人到场分享 也以美食餐车摊贩 裸卖装的方式 满足民众味蕾 透过深刻的理解 让更多人勇于尝试 翻转原有的饮食文化 记者徐立晴 华联市报导